我们最后把这个warning给它修掉 我来说一下这个warning是怎么产生的 回头我再说那个什么的时候再说 warning怎么修掉 warning要想修掉的话 要把这个东西在上面加一个key 我现在把它展开啊 我在这把它展开 element我把它展开 好这有三个 这三个h4都是h4 html h4标签 那么在这个h4标签里边 它没有key 有同学说这 我原来写的时候也没需要key 我就循环放上去就好了 好我告诉你它需要key 它需要key干嘛 是vdome在有key的情况下 它能够更快的去更新 去做两个数的比较 也就是说 你如果你在这不太理解原理 原理我们明天讲 在这里面 如果你要知道 就是你给它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 这个地方要给一个key 然后当数据变化的时候 不变的数据key应该不变 我再把这句话说一遍 你应该给一个key 那么不变的时候 这个如果那个数据不变的时候 那个key不变 那么key不变写成这个样子就不行了 你写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来讲 你看隔壁王小正一 隔壁王小正二 隔壁王小正三 如果我把第一个隔壁王小正一去掉 又加一个隔壁王小正四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边没有什么东西能用 那有些同学说 没关系啊 我在这你不就要个key吗 我在这写个key 等于 大坡 index 可不可以 这是不可以的 我举个例子 刚才我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啊 怎么消除key的问题 这个key的错误 key的错误是什么 是当数据的集合 变化时 key应该不变 你看看符合嘛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 我现在的这个 就是变化前 我的这个数据是这样 好 那变化后 我的数据 比如说我把第一个去掉 我把第一个去掉了 然后我加了一个 在后 在尾巴上又加了一个 这个来一个20 好吧 我加完这个以后 你看谁是不变的 他和他是不变的吗 因为这俩没变吧 2和3没变吧 其他都变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在第一个集合里面的时候 这个key 他的key是1 他的key是2 对吗 他的key是0 但是在这个数组里面的时候 他的key变成了0了 他的key变成1了 他不符合说 当数据集变化时 key应该不变 那么有同学说 你这个东西 你怎么能做到不变 好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这个东西 我不把它做成一个 因为你专一个数组 这个OK有问题 那我把它变成一个jason id s01 然后str 隔壁王校长 1 这是个jason 我们反复写这个jason 1 2 3 2 3 这可能就是一个序号 这是2 这是3 好 那么我们的key来如何设定呢 我们还是这样 就是let children 等于 childrenstr.map 后面呢 这个map里面还是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写写哪几样东西 还是写item 写index 对吧 然后等于 大于号后比括号 对吗 这个因为它是直接return了 直接return 所以就 就连大括号带return都去掉 但是returnhome这个大括号 跑不了 然后在这的时候 我们这首先写一个h4 这是h4 杠h4 那么里边这个就变了一下 变成了item.str了 对吧 它有个str 那么这个地方的key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的key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的key等于itemid 我们先看一下 它能不能消除下去 我这就没了 发现了吗 这个已经消除掉了 好 那这个东西没了以后 那为什么 这个就可以呢 而这个就不行呢 它满足了不变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烤下来 你看它就满足不变 好 这是刚开始的状态吧 这是刚开始的状态 如果按照刚才的这个隔壁网小站 一去掉 加了隔壁网小站20 它的数据有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眼 1被去掉了 但是我们又加了一个20 20长什么样 好 那么这是20 那么这个id呢 有可能就是4 是按照序号来的 所以你看到隔壁网小站2的id 还是s02 隔壁网小站3的id还是s03 所以通常来讲 你从数据库里面 如果拿出一个数据来的话 数据通常会有key 而不是像数族里面这种 没有key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拿到一个 跟数据本身相关的key 然后把它配到 这个东西上 只要能配到这个东西上 这个warning就没了 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